大家好,歡迎來到巴夏的頻道 最近因為工作的關係很難維持週更 趁今天週六下班,趕緊來附近咖啡店檢驗一下 因為宿舍停電才要特別出來咖啡店 以後有機會再拍拍附近的素材 現在動作很快喔 大概15分鐘吧 但是換完機油啦 是吧 而且他還幫我們把這個煞車的調整 在很不錯的一間 大家有繞來音樂可以考慮一下 但其實這個應該算是機車行本來就應該做的 其實我也不曉得啦 但感覺這間挺不錯的推一下 欸,來自沒殺人 道道不出去了,原來送的人真的太多了 說什麼都不大 這個時段正好是下班時間 那時候經驗是六到八點的時段都比較少人點外送的 所以我都習慣先回家吃晚餐 就是今天的目標就是 今天要裝燙室獎勵 也不會這麼早就好 也不會這麼早就好 昨天沒有動到 那今天要加油一下 怎麼會繞到鳳鳴了還是 沒有單咧 剛好心呢 這種情況還蠻常見的 跑天氣的時候下班時間通常跑單都槓龜 要麼就等一下 要麼就要去台北市那邊跑 好 哇,還是沒有單咧 旁邊的Panda也都在等單 要繞去桃園了嗎? 還是我繞去龜山呢? 桃園那邊也是越來越多新貴 桃園龜山的訂單給的價錢都還可以 缺點就是在山區很麻煩 繞去龜山也是可以啊 那就是怕繞到那裡了 還是沒單咧 就尷尬囉 往這裡過去就是桃園了 還是我們往山陰路那邊跑看看 我們去龜山 去一下 可以吧,各位 還是沒有單咧 單點太早了吧 真的早 剛說馬上就來了一單 桃園的單 還可以吧 畢竟的齁 嘿,來了第二單 等單的時候人接到順單最棒了 一張接這一單送下去 記得第一次繞到大園機場那邊 想說每一單都接得很順就一直接 結果不知不覺創造跑單到晚 各位有沒有類似的經驗呢 來這邊先領個滷味單 晚餐還沒一次看到這攤肚子也開始叫了 跳Uber 57D 謝謝 沒想到老闆這麼迅速 晚餐時段通常都要等一等 好適合 喔,這在後面耶 好近喔 踢過去也很快 現在已經晚上了 有人開始在運動 馬上到囉 前面 前面同一路 左轉 拿第二單 煙速機店 很多人 今天也過一下 來領今天晚上的第二單 左右兩間都是煙速機店 如果是你會選擇哪一種風格 要出到幾攤 196 客人是選左邊這間店來訂 裝潢乾淨又很明亮的感覺 196 結果還要等你等十分鐘哀 這種時候 要不是沒單就細單了 終於等到可以送了 但是老實說要是我到現場自己買的話 我應該是會選右邊那個攤子 喔,原來右邊是賣裸味的 不是顯速機店 原來剛剛來的時候看錯了 欸? 這裡也有海瑞共玩啊 新竹最有名的共玩名牌 海瑞共玩 我以前剛去新竹念書時 最常買海瑞共玩 因為交流到下來就有一堆招牌 一直到有一位來自嘉義的朋友 指定要我帶他去買另外一間 現在突然忘記是哪一家了 記得位置是在新竹賀火車站附近的小巷子裡 店面小小的 重點是共玩爆子超好吃 一樣會的呢 這個地址感覺有點貓膩喔 這個嗎? 進門幫我放裡面 桌子上 喔 喔 感覺是個高湯會索窩 第一次來去看看 沒有是通過這麼短 去穿麻辣燙 這看起來怪怪的 抖抖的 凡事都有第一次 我們來去瞧瞧 門面做的好氣派 不知道咧 你卡葉是誰 放在那裡嗎 不用出錢 沒有 門口還有兩個接待正妹好厲害 不過外面是一個很大的公車 停車隊有點怪 下一單 繼續往前走 喔這裡有一個大廟 前還沒發現 單位過去也是很近 國際路 不會 快到中路喔 對阿 待會兒要繞回來接 好的那我們這一集就先到這邊啦 後續慢慢會開始拍越南外派的生活影片 敬請期待囉 大家掰掰